以前我年轻时候拍戏 我很急着演结果 我其实忘了怎么去享受这个过程 这跟我们生活是一样的道理 比如说我们是觉得很赶 我们要赶去这个地点 赶去这个 我们要赶做这个 我的人生目标 我二十几岁要做这个 我三十五岁要做这个 但是当你在设立这些目标的时候 你其实忘了怎么好好的去活着 你每一天跟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你跟父母的相处 你跟你周围朋友的相处 你其实都会忽略到 忽略掉这些部分 然后现在的我就是 享受过程 Be present 对